Hello,今天會和大家分享應該怎樣選擇WhatsApp Business API的供應商 商戶想用WhatsApp Business API的進階功能 例如多人登入同一企業帳戶,群發個人化的信息 就要去和官方供應商申請API API是一個可以接駁WhatsApp伺服器傳送進階功能的工具 商戶要將API接駁自己開發的界面或者連結整合平台 去到使用這一類型的功能 你可以在WhatsApp母公司Facebook裡面找到一份詳盡的Business Partner Directory 選用裡面列出的API供應商就可以確保連接WhatsApp的網絡穩定 以及使用經官方授權的功能 例如商戶要先登記飯本訊息 經WhatsApp的批准就可以進行群發,不會無故被封鎖 在Directory的第一行 你可以看到官方認可的API供應商360 Dialog Sleekflow是360 Dialog的認證合作夥伴 商戶透過Sleekflow向360 Dialog申請API 每個月就可以用12.5美元優惠價格 用到API的進階功能 Sleekflow User Friendly的控制界面 可以被商戶透過360 Dialog的官方API發送信息 確保網絡快速又穩定 和大部分的API供應商不同 360 Dialog只是按月去收取API的費用 以及按WhatsApp公開的信息收費模式收費 並沒有mark up任何信息發送費用 小數拍場計,選擇供應商時 記得要留意信息收費詳情 避免每次發送信息的時候 都要準額外付錢供應商 主打網購的電子商店 除了應該使用官方供應商之外 也都應該留意選擇 能夠提供完整消費體驗的平台 好像Sleekflow那樣 可以連接WhatsApp Business API 和各大網店平台 在對話內容裏面 分享產品目錄和收款連結 方便消費者在同一個對話裏面 發掘產品、查詢客服、落單付款 而商戶亦都可以一站式聯絡客戶主動銷售 和管理訂單 想知道更加多的詳情 歡迎隨時聯絡Sleekflow